下班尖峰時間捷運車廂人多 不小心踩到別人的腳 結果雙方當場開打 從天傍晚台北捷運龍山寺 往江紫萃的方向 一名男子誤踩了坐在位置上 另外一個人的腳 雖然道歉卻不被接受 也被踩腳回擊報復 兩個人就在車廂裡打成了一團 也讓其他乘客嚇得紛紛閃避 警方現在也將兩名男子 依違反社違法送辦 你按一下鈴嗎 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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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你按了 捷運車廂內突然傳出大小聲 兩名男子火氣都很大 雙手架在對方肩上打成一團 有按了 放一下鈴號 黑衣男子似乎打紅眼 轉個方向又用右手勾住對方脖子 兩人把車廂當作格鬥場 其他乘客嚇到能閃多遠就多遠 我覺得我可能會有點嚇到 幫忙勸一下 對啊 因為感覺不太好 會 然後可能會往前面的車廂靠近 然後等下一站 因為那個站位的人在前面 可能會去那邊通知 23號傍晚6點半左右 下班尖峰時段 兩名男子在台北捷運龍山四站 往江紫萃的車廂內爆發衝突 原來黑衣男子踩到坐在位置上照姓男子的腳 即使他隨即逗歉 但被認為口氣不好 坐著的人一氣之下踩腳回擊 當場引爆兩人大戰 雙方表示不需就醫 故不提告 警方需要依違反社會制度維護法第87條 以請新北地院檢疫庭裁組 不小心踩腳 一個道歉 另一個人不接受 互打身傷 鎖性都不嚴重 只是衝突發生在捷運車廂 即使大約只有四分鐘的車程 當時急滿了人 恐怕任誰目睹 都會驚嚇又害怕 記者李承寧 許修民 台北報導